先前我们就有过几次报道 疫情期间 很多持有双国籍的华人同胞们 不慎暴露 最终被迫接受罚款 同时放弃一方国籍 就在这两日上海疫情的相关报道满天飞时 一条来自河北衡水的小新闻 却引发了不少海外华美的关注 没错 又是一次被强制注销国籍的案例 今天我们就来看一看 根据报道 一名户籍登基地为河北衡水的正姓女子 中国护照濒临到期 于是生活在国内的妈妈李某 想给自己的女儿办理新的护照 结果没想到好心却办了个坏事 由于李某不太清楚拿什么文件 可以办理护照换新业务 于是索性把所有能收集到的材料 一股脑都带上 这其中有一份女儿郑某的加拿大护照复印件 当他来到冀州区出入境管理大队准备办理业务时 护政大队民警一看材料 这不是自投楼网来了吗 当即询问郑某是否已经加入了加拿大国籍 并且已经在加拿大定居 护政警在得到肯定的答复后 当场注销了郑某的中国国籍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法第三条及第九条之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不承认中国公民具有双重国籍 定居外国的中国公民自愿加入或取得外国国籍的 即自动丧失中国国籍 因此 激州区公安局护政大队民警 向郑某履行告知程序后 郑某就自动丧失了中国国籍 完全不给任何申辩的机会 当场债账注销 其实郑某这样的例子 在海外华人中并不少见 很多华人都是既有美国国籍又有中国国籍 而事实上两国都不承认双重国籍 美国只是允许双重或多重国籍现象的存在 但相信大家在选择入籍美国宣誓时 在移民官和法官面前 需要口头宣誓 放弃效忠外国政府 只不过并无法律手续和程序 或必须出示相关的文件来证实这些放弃 所以保留多国国籍对于很多人来说 就是图个方便 但是目前通过这一桩桩 被强制注销国籍的案例来看 这件事目前在中国的容忍度为零 尤其是近几年 中国政府在极力严打双国籍人士 早在2018年 由于外国人在中国境内的犯罪现象 越来越多 中国海关针对外籍人士出台了很多新政策 尤其是疫情爆发以来 对外籍人士更是严加防范 比如为了更加方便的对中国境内的人口 进行管理和审查 中国海关将会留存入境的外籍人士的指纹 红膜 面相等人体特有的生物实践信息 并据此来对照是否为特征人 目前中国各大海关已经全面实行这一政策 中国海关未来的检查会越来越严格 所有年龄介于14岁至70岁的外籍人士 都在审查范围之内 这当然也会包括入了外国籍的华人 这项规定在当时就被认为是 严打双重国籍的风向标 如果有外籍华人在入境的时候被查出双重国籍 会有非常大的麻烦 还有大家的身份证都有过期的时候 现如今在办理身份证的时候 指纹信息会在公安部门有从当 在回国按指纹的时候进行比对 很容易就能发现户籍是否已经注销 目前有一些华人在入籍外国之后 为了回国方便 以及在享受其他国家的优惠政策的同时 依然可以在国内居住发展 享受国内的创业 买房 教育 养老等方面的福利政策 而保留了自己的中国户籍 而现在一旦发现手持外国护照 但没有注销中国户籍的人 执政人会被暂时禁止入境 只有在返回原居住地 注销了中国户籍之后 方可出境 说了这么多 其实就是要告诫大家 不要抱有侥幸心理 如果被查出双重国籍 确实会给自己带来很大麻烦 如果您喜欢本期视频 请关注点赞并分享 下载APP解锁更多功能 我们下期再见哦